欢迎回来近天新闻报 接着带您看到 YouTube是全球最大的影片搜索以及分享的平台 许多人喜欢在YouTube上观看影片作为休闲的娱乐 然而YouTube经常在影片中插入广告 鼓励用户购买premium的会员已跳过广告 近年YouTube不断加大力道 打击阻挡广告的外挂城市 如今也将抓跨区购买premium会员的用户 许多premium的会员在18号收到了YouTube的取消汇集通知信 强调用户所处的国家跟地区有物将取消续定的资格 也让许多跨区购买会员的网友十分崩溃 接着转换焦点 国道1号南下78公里处在19号的晚间12点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连环车祸事故 七辆自小客车与一辆货车撞成一团 一度占用了全线车道 造成至少9人受伤 分别送往了桃园、新竹医院等4间医院救治 至于详细的情况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车祸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78公里处 七辆自小客与一辆货车连环撞 一度占用全线车道 导致其他车只能走路间通过 回堵至少2公里 警消表示20凌晨0时25分 街道桃园市转报车祸案件 立即派出湖口消防分队 三车7人支援抢救 将伤者分别送往位于桃园、新竹医院等4间医院救治 初步了解 疑似为一名自小客驾驶 便换车道时遭后方大货车追撞 大货车接着扫到后方来车 导致6台车在连续追撞 造成至少9人受伤 不过详细车祸原因和肇事责任 仍有待相关单位调查厘清 一名林姓男子在18号的下午 发现桃园市宝山街有一辆轿车违停 并准备拍照检举 而车主发现他之后 与他发生争执 林南竟然趴在车子的引擎盖上 不让该车离开 警方获报到场之后 双方也互不提告 至于违停的部分 警方也表示若提出具体的试证 也将会告发 超派一名林姓男子 18日下午发现桃园市宝山街 有一辆轿车违停 趋近拍照准备检举 车主发现与他发生争执 接着车主应赶时间急着要离开 没想到林南竟趴在车子引擎盖上 不让该车离开 警方获报到场 双方互不提告 至于违停部分 警方表示若提出具体试证 将告发 接着转换焦点 日本一位年仅11岁的保龄球选手 水野聪太在社群平台上爆红 因为他特殊的螺旋丸头发 红出拳道是家常便饭 甚至是连难度超高的残局 太能完美解决 而他各种投球的英姿 在曝光之后 也让许多人非常期待 他的未来选手的先涯发展 今年才刚满11岁的水野聪太 在日本已经是小有名气的 保龄球选手 常常到日本各地参与赛事 更在2022年 于赛事中荣获银牌夹击 而聪太最早在4岁那一年 就已经接触了保龄球这项运动 更在练习一段时间后 就成功轰出拳岛 展露出无限天分 也让他一路踏进保龄球翻滚世界 2024巴黎奥运倒数计时 渔球代表队也在国训中心做最后的调整准备 上届东京奥运打下男双金牌的李扬和王麒麟 这一次也是大家寄望的夺牌热门 而之前曾说今年就要退役的李扬也表示 虽然很不舍 但还是希望在退休之前 能够为国家再拿一面奖牌 毕竟我们也经历了一大段低潮 那中间过程也当然经历了很多次争吵 很高兴在去年的日本终于突破这个僵局 拿到冠军 然后也让我们的心态变得比较笃定 比较稳定一些 因为毕竟我们面对的就是羽球 我们其实在争吵又不是说 你情绪怎么这样 你怎么这样 而是我们的执着点在羽球这件事情 他常常在下面跟我讲说 我训练态度很严肃 然后一上了场说 你就轻松轻松 结果上了场之后我很轻松 然后我没什么事的时候 他一脸严肃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是跟我讲到轻松 我就做不到怎么办 我下来就说你不是跟我讲到轻松 他就常常很多种类似的案子 因为我在旁边看就觉得 打好痛苦 然后就我上去的时候 我自己要求可能比较高 然后自己达不到当天的状况 然后我自己就变闷了 然后有时候他自己闷的时候 我刚才想说我要跟你讲话 你不要跟我讲话 OK 都好 然后有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是可以跟我讲一讲话 哇 这个怎么那么难 然后我跟他讲说 好 你不要敲自己头 然后就有时候下次自己瞧自己 最后带您看到天气资讯 中央气象署在20号指出 周日前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各地高温会达到33到35度 局部地区甚至会达到36度 而未来太平洋高压的范围 也会一路的向西延伸到南海 南海有一大片的云系 会在周日甚至是在下周一 逐渐发展成热带性的低气压 甚至形成台风 朝广西跟越南的方向移动 不过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移动这个地方 都可以看到蓝色黑色这一片 这代表归星从外太空 可以直接看到海的颜色 这也代表这是太平洋高压的范围 太平洋高压一路向西 延伸到南海这个地方 因此近期台湾天气来说 相对比较稳定 云量是比较偏少的 但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 台湾附近因为近期 所要比较偏东南风 偏南风的风向来看的话 所以有时候在清晨夜晚的时候 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回坡 开始移境 造成一些比较零星的降雨 不过下雨的时间都不是太长 花东地区也有些零星的降雨 不过下雨时间也不是太长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在午后的时候 像今天中部以北 宜然花莲地区 还有南部 还有台东山区这些地方 可能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可能还是会有局部较大野市 请大家特别留心 而最要注意的是温度的部分 在今天来看的话 整体的高温 我们可以看到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5度 东半部地区来到32到33度 在外岛也有27到32度的高温 那从这温度分布图可以看到 相对比较深色的地方 在彰化以南 甚至在大台北盆地 花东重谷这些地方 可能都会出现局部 36度以上高温的情形 大家一定要顺防热伤害 至于下雨的情况 在周四到周日 下雨的情况大致类似 有时候清晨的时候 在中南部地区会有些零星的降雨 有时候花东的时候 在清晨夜晚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 特别在中午过后 中部以北宜南花莲地区 跟南部跟台东山区 要注意午后雷震雨的情况 午后雷震雨可能还是会带来 局部较大雨漱 或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 以上是今天的静天新闻报 我是主播陈志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